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7號 我不曉得我是在什麼時候種的 在三週前還是四週前 我過種的 我手上這裡有個叫做狗牙辣梅 狗牙辣梅種子大概類似長這樣小小的 後來我丟了幾顆放在這邊 後來它現在發芽了 我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有人問說狗牙辣梅 什麼是辣梅 辣梅是梅花嗎 不 辣梅它不是梅花 等一下我會在影片後面 我們再告訴你梅花跟辣梅之間的差異性 那我們先將這個播種的生長情況 先拍給你看一下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辣梅發芽的一個情況 這是第一片葉子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準備探頭的 這也是辣梅 這是辣梅苗 辣梅的種子長什麼樣子 我拿一個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概這麼大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麼大 放在這邊好了 你看它這個是不是像蟑螂呢 蟑螂軟呢 跟蟑螂軟很像 稍微比蟑螂軟再大一點點 這種形容應該蠻貼切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呢 你不要以為它是蟑螂軟 它其實是辣梅種子 其實呢在2011年的時候呢 我是不只種過這種 我就已經有種過一種叫做 素心辣梅啦 那辣梅呢 種子丟下去呢 就像這樣子 很簡單啦 你就 像我說過 我種種子的話 怎麼種呢 就是乾淨的木屑 然後種子塞下去 塞下去 保濕 大概三四週它就發芽了 那有些人在網路上會買這個 素心辣梅的種子 不管什麼辣梅都一樣 在台灣喔 我講說平地喔 如果北台灣 中南部我不知道 在北台灣 你像這種情況 一般來講 有些人會叫你冷層機 那在北台灣 我跟你講說 不需要冷層機 這個時候呢 撥下去呢 對對對下去它就發芽了 你甚至它如果就算沒有發芽 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在網路上買過 在台灣的網拍上買過的種子呢 叫做素心辣梅種子 當時那網路上呢 它說它的發芽率 大概只有六成五還六成而已 後來呢 我去實際測一次呢 它發芽率幾乎百分之百 丟下去的時候呢 它雖然不會馬上發芽 有一些種子呢 它有可能會 你一直放 一直放 放到隔年 或者幾個月後呢 它就發芽給你看 或者在隔年就發芽 很神奇 那我今天呢 是跟各位講說 這種發芽的情況呢 種子的情況 給大家看 拍給各位看看 這呢 你完全不需要破殼 我曾經在 這個夏天 我曾經把那個 果芽辣梅的種子呢 破殼 種下去 結果失敗了 所以這個東西 不要破殼 你就會丟下去 保濕 大概應該是三四周 它就會發芽 那天氣熱的情況下 能不能順利發芽 我就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證 那我可以確定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等於是說 11月的肉依 大概11月前 這樣破種 所以順利發芽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